你可知道 汪子风被杀的原因吗 就是因为他不失抬举 所以才害了他自己 和一家人的姓 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没有威胁你 严大人为官多年 两袖清风 家人没有跟着沾光就罢了 不要到最后 连条命都保不住 随时还有一颗 你不得不住 我们的逢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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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能来 马里 骂子 继续 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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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走 走 找到敌人节了吗 还不快给我继续找 是是是 张老师 张老师 给我抓住他 抓住他 站住 爹爹 你别跑 站住 他们快跪下 他们快给帮主跪下 怎么办 属下参见帮主 参见帮主 莫羽 这就是你们的代帮主 帮主 莫羽 说下 参见帮主 参见了帮主 参见了帮主 这就是你教过我的新任务 正是 好 现在帮主也给弟兄们一个任务 想必你们已经做好了为帮主 我勇于牺牲的准备了吗 牺牲 狄大人看起来汹涌成竹啊 蒋大人 实不相瞒 人家现在满脑子里装满了酒香 其余的 什么也没有 那人家兄还有一个半时辰进行调查 当午时钟声一响 我便会到仙药炉 亲自将慕容卿捉拿归案 那事不宜迟 进殿吧 请 请 他们都是大理寺的敬畏 个个都是千中选一 能够在不破坏现场的情况下 搜集一切证据 难怪蒋大人无碍不破 有这样精锐的敬畏队助你查案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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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忘了介绍我自己 在下末语 今天刚上任的常乐帮带帮你 是你教墨语带其他人去保护慕容卿的吗 你可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这产闻有点古怪啊 王浩德大哥之所以拿着这个小锤 就是为了寻找这个秘门 你看 以这里的灰尘状况来看 这上面应该很多年没有人打开过了 在这个桌上放着三个圆柱体的物件 现在已经不知所踪 这地上的半个鞋印 也不是王浩德大哥留下来的 以这里的灰尘状况来看 这里面最近藏过人 大有可能是普世殿的连环凶案的凶手 你是说王浩德来到普世殿 是为了与藏在这里的凶手见面 如果他们是约定好见面 王浩德大哥为什么要拿着这个小锤 去寻找凶手躲藏的地方 实在是想不通 一切一切发生在普世殿的事 背后一定有一条神秘的心 我们还没有抓到 只差这一条心 那你就得赶快找到这条心 否则时辰一到 在仙药炉守着的那些江湖兄弟 统统得死 甚至满门抄斩 你准着累不累啊 馋不馋 真是太香了 大口大口 大口大口喝 香不香这酒 香 闻一闻我就醉了 你就为了一个 可连话都不跟你讲得很轻 要牺牲这么多条性命 值得 现在站在仙药炉前的人 都是分布于五湖四海中的江湖人 朝廷如果敢动他们一根毫无 就是与整个江湖作对 即便是朝廷不出手 江湖也不找朝廷算成 还有 敌人节虽然朋友不少 但还真找不出来这么多人 今天站在仙药炉前的人 都不是人家叫来的 而是来报恩的 药王山庄对江湖有恩 崇高地位至今不变 就是因为江湖中人有仇必保 但也有恩必换 这也许 就是朝廷和江湖之间 最大的不同之处吧 所以我敌人节要保护的 不是慕容青人 而是有恩于江湖的药王山庄后人 敌人节 你可别忘了 你是官场主人 你现在使用江湖的力量 来对抗朝廷 这是犯上的大罪 一旦资纠起来 不仅功名不保 还会人头落地 若真要追究 恐怕不只追究我一个了 事想 为了捉拿一个慕容青 竟弄得整个长安大罪 朝野敌对 后患无穷 想必皇上也不愿意见到 怪罪想 蒋大人和大理斯上下 不愿意见到 恐怕也会受到牵连吧 敌人节 你是恩江仇报 威胁我吗 不是威胁 是想大人再帮我一次 如果没有大人的帮忙 人节无法证明慕容青的清白 一是你放弃捉拿慕容青 我定会助你把普世殿的案件 查个水落石出 否则 你就跟我一起查 或许 有奇迹出现的背影 你就这么肯定 不是慕容青所为吗 一定不是 但就算有我帮忙 也未必能创造出奇迹 蒋大人 我想静一静 换个环境透一口气 或许 对找出证据能有帮助吧 快没有时间了 所有的证据跟物证都在这里 都记在这儿了 只是太乱了 还理不出头绪 而且还能不能送你们 这个不肯定又不是有所会吗 不肯定并不随不开心 不肯定会吗 不知道 哪儿的证据 却还有闲情意志在这边泼沫弄残 案子破与不破 都不是妹娘能左右得了的 这大好的花季是上天所赐 花五百日能赏则赏吧 说的也是 花五百日好能赏则赏 这才是人生 这么复杂的花瓣被你这瞧瞅一画 似乎很简单 不是妹娘手巧 是妹娘心静罢了 这万事万物都有其规律 唯心静可观 人心不静 历令至昏 民心不静 天下大乱 好一个心静 大人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 如你所言 难处确实有一个 就是心乱了 如大人不嫌妾身多事 不妨把心中的乱说出来 只怕乱了妹娘做话的雅兴 况且呀 说了也没用 不是怎知无用 既然有缘在遇 不妨一试 那就打扰了 整件事啊 就是从一张洗铁开始的 那支片 Dit 娘 母亲 优贤 母亲 吔定 母亲 子 父亲 母亲 问问不就知道了吗 谁在外面这么吵 回慕容姑娘的话 外面来了一大帮官兵 已经把仙药炉团团围住 说是姑娘和王浩德兄妹之死有关 不出半个时辰 就要进入仙药炉 捉拿姑娘 呃 我是常振丰 奉帮主敌人节之命 前来保护姑娘的 啊 外面还同时来了一大帮 江湖人士 他们都是自愿来的 自愿前来保护姑娘的 小姐 敌人节的情 我可不理 让他们全部都滚 因为我才能够 在哪儿 我需要 是 你自己做主 吗 尽头 你自己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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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去 你自己做主 我自己做主 大人 关心则乱哪 我知道 可是 可还是忍不住 慕容姑娘能有你这位知己良朋 真是幸运 她这样是能懂我就好了 你不知她 又怎知她是否知你 刚才听你所言 她赌气出门又买下了整间药铺 似是心中比你还乱 Zither Harp 好一个情谊 没想到既能乱心 又可以释怀 不好 武时到了 蒋大人不会留情的 大人 关心则乱 有些问题明明简单 答案就在眼前 是因为人的心想得多了 才变得复杂难解 或许真的 我想得太多了 说明简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去吧 我还要继续留在这里调查 时辰已到 难道你不管其他人的死活吗 我还是那句话 保护慕容卿 使他们自愿 如果你现在带走慕容卿 他们定不会答应你 我是官 捕捉嫌犯是我的职责 还有敌人心 我很羡慕你 如果有机会真想跟你大醉一场 可惜 可惜啊 心情 心情 一定要心情 你 关心则乱 有些问题明明简单 答案就在眼前 是因为人的心想得多了 才变得复杂难解 我一定会看过 单就在眼前 我一定会看过 快出来 官府办事 闲杂人等 一律退让 蒋大人 我知道我家大大十分尊重你 故还是想先求你 慕容卿在王氏兄妹一案中 虽然嫌疑最大 但证据尚未确凿 不知可否网开一面 暂缓扣押呢 非常事件要用非常手段 慕容卿不是个平凡的角色 倘若今日没法抓到她 他日要想再抓她便更难 那为了完成任务 只好得罪了 动手 动手 大大 幸好及时赶到 蒋大人 我终于想通了 也找到了 真的 真的 大大你想到什么了 已经没时间了 我们一直想不通 为什么昨天晚上 我们打开普世殿大门的时候 王好德大哥看到我们 就撞到殿内一塌糊涂 不是 可是这件事情 跟慕容卿 他是不是凶手有什么关系啊 大有关系 因为王好德看到我们 不是为了逃跑 而是为了尽他最后一口气 保护他这一生最重要的人 他撞到殿内一塌糊涂 就是为了掩饰这个 好 王浩德大哥顾家管人 能让他进最后一口气去救的人 只有一个 就是王昭燕 这个耳环 就是王昭燕的 王昭燕并没有死 而且 他还在王浩德遇害的时候 同时进入过普世殿 这是什么味道 从药店里飘出来的 不是 你们怎么了 怎么回事 谁叫你们逼我逼得这么紧 要是多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能够将捏死我的温柔 配置成功 不得不让大家大胆施药 让大家受惊受苦 还请各位原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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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慕容小姐就不要客气了 本来我们大家伙 是要拼了命的来 拼了命的来保护你的 这点小小的痛苦 算得了什么呀 谢谢各位 此恩此情慕容卿铭记于心 蒋大人 我买下这件药库 就是为了要证明 普世殿的离奇命案 跟一种奇毒有关 请问蒋大人 请问蒋大人 现在 是想押我入狱呢 还是想知道案情的线 大夫 去把朝中的严大人 带进阎爷寺里 你 我在朝中也有所耳闻 朝廷并不愿意掀起江湖和官府的纷争 但是如果江湖要包庇真凶的话 朝廷也一定不会放过 人不是我杀的 江湖和朝廷的纷争我也管不了 我此次只喂药 一种可以使人自杀的毒药 对于慕容卿而言 也算是一种挑战 幸好你失败了 那也比有些人光说不错要瞧 慕容姑娘 我家大大做得可多了呢 要不然 刚刚朝廷与江湖的对峙 梦雨怎么会出现在外面呢 是啊 敌人节 刚刚你找到那只耳环呢 证据是你找到的 人 自然也要你谁 我蒋浩尘是大理寺的少卿 不再当你的传话头了 蒋大人 有些人的问题 我未必会答 也未必愿意答 那浩尘只有不顾一切 把你带回大理寺 慕容姑娘 人家相信你不是凶手 你未必回答的 将人节来猜 你未必愿意答的问题 可以不回答 你只要回答你可以 可你愿意回答的问题就是 好 让我们现在 让我们重新梳理一下这件事 这个耳环 是我在这普世殿找到的 是王昭燕婚礼时佩戴的 他跌出喜架的那一刻 人节看得清清楚楚 想必 也躲不过蒋绍青的一双慧眼 都有 有些人 beauty 他准备你 这件事 还要是 可这个一刀 有些人 可得如何 我都有某种 我们不说 什么 一个月前 王昭燕来药王山庄找我 恭喜你啊 昭燕 天威堂是个好地方 我还听说 裘一帆是个很英俊的人呢 秦姐姐 求你救救昭燕吧 这里只有你可以救我 如果你不答应我 我就只有一死了之 赵燕 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说 能帮的我一定帮你 秦姐姐 我根本就不想成婚 那个裘一帆我见过 不管别人说他怎么好 可是他在我眼里 就是一文不值 为何 秦姐姐 我真的不想成婚 张燕已经有心上人了 你比我更知道 这里再大 也只能容得下一个人 秦姐姐 这门婚事不是我选的 都是我哥哥逼我的 我求你一定要救救昭燕 你让我如何帮你 我 我只要你 让我死 王昭燕 希望我帮助他假死 他便可以和他自己的心上人 远走大漠 再也不回中原 于是我便四处寻耀 帮他制成了可以假死的苗谷之毒 然后亲自为他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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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羡慕的 王昭燕中的是蛊毒 会传染他人 不宜留在人多之处 尽快把人抬走吧 莫王宝 是 把王昭燕小姐的尸体 小心移到后援无人之处 千万不要揭开不骂 十丈之内 生人无尽 昭燕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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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昭燕姑娘 那 那女士怎么办 这尸体是昨天疾病死去的 我家小姐把它买了下来 不会有问题的 谢谢 你替我谢谢你家小姐 你赶紧走吧 我只是帮了昭燕这个忙 后面的事情 我便一概不知了 后来 王昭燕根本就没有去到大漠 却来到了普世殿 依她的武功 想要躲过守卫非常简单 可这普世殿的钥匙只有两把 一把在五妹娘手里 还有一把在皇宫 那这王昭燕 又是如何进到这普世殿之内的呢 好 我们先来总结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 王昭燕在假死之后 为什么要来到普世殿呢 她是怎么进来的呢 假设王昭燕一直躲在密室中 她又是怎么知道这个密室所在 这密室中 到底藏着什么密 还有 王后德为什么来这里寻找王昭燕 王昭燕是否又真的杀害了王后德 还有遗方太极 是否也是王昭燕所杀害的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假设王昭燕就是凶手 她为什么要嫁妇给五妹娘 你们进入普世殿时 可曾见过王昭燕 就算是她能进来 又是如何逃出去了 我们进来的时候 女儿的巨大师 对了 她们进来的 她是符合她的 她 w 这些战争 但我们还没有事 她们看到的 可是她们可以挣滅 她们的伤害 就是他下的毒 慕容姑娘 这个毒究竟怎么回事 我刚才说过了 这毒的名字 叫你也死我的温柔 是世间至奇之毒 你也死我的温柔 我怎么学医这么多年 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只能怪你学医不经 心中只有公民 传说在几十年以前 有一名骑将叫骆红尘 他对各项公义 天文地理 无一不经 所谓将心毒蕴这四个字 再陪他不过了 骆红尘一生最伟大的成就 便是红尘六绝 没有人真的知道 这六件作品是什么 随着他的死去 六绝便随之消失 同时向他死去 消失的还有他的厚务 但我曾听姑姑说过 六绝之一 便是天下至奇之毒 捏死我的温柔 严格说来 捏死我的温柔 只是由两种 普通药物混成 一种令人猴头 生出火烧之感 另一种令人双手肌肉 突然收缩 任何一种都不能致命 且随用之药材 就是普通药店都能买到 所以 我才能极客连药 但 却不能像骆红尘那样 化腐朽为神器 把用药分量和药发的时间 掌握得出神入化 第一种药 现在猴头爆发一阵剧痛 就在中毒者双手下意识 捂出猴头之时 玉姨 第二种药及时发作 令双手手臂肌肉迅速收缩收紧 玉姨 于是 玉姨 便出现了饿死自己的诡异情景 但最恐怖的是 捏死我的温柔 是以一种特殊方式提炼的药物结晶 玉风即化成无形 且随风流动 中毒者 不出半炷香的时间便会毒发 而小小的一点进入风中 便足以让数十人中毒 所以他一直存放在竹筒之中 并以铜油浸泡 阻止 与空气接触 既然他毒发需要半炷香的时间 那方玉姨很可能再进入普世殿 等待五妹娘来之前 就已经被人下了毒 所以 五妹娘一定不是凶手 这样解释也未尝不可 但 浩德兄进入普世殿 一个多时辰之后才毒发 这 又要怎么解释 莫远 这地上的污迹是什么 是 是 是童谣 如果是这样 那一定有人在大殿内放毒 会是王昭燕吗 这有可能 但浩德兄出事时 殿门是紧闭的 外面的守卫 又怎么也会中毒 此刻也是大门紧闭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气闷 蒋大人 请病人拿一个发讯号的烟弹过来 好 大家注意看看四周 有没有红烟冒处 这里有红烟 看来普世殿内 是有通风的通道 捏死我的温柔 就是从这里飘出来的 捏死我的温柔 果然随风而动 瞻这几死 恐怕 会大事不妙 狄判所 此话怎讲 试想一下 要是有人站在京城的顺风之处 将承载着捏死我的温柔的竹筒打开 那京城会怎样 长安城便会成为鬼域 若毒气飘至皇宫 那便是大唐社稷的灾难 大风 立刻赶回大理寺 通缉王昭衍 他身上极有可能携带剧毒毒药 若他敢反抗 立刻可杀 蒋大人 毒药可能不在王昭衍的身上 而且此案尚有诸多谜题未及 如果杀死了王昭衍 恐怕会让一切线索中断 狄判所 现在普什殿一案 已牵涉到我大唐社稷的安危 接下来就交由朝廷和蒋绍清全权处理吧 你的职责已尽 其他的不必再领会了 严大人 人杰做事向来有始有终 从未中途放弃过 敌判错 是非得已 不要再执着了 那 把王大哥交给仁杰来找我 等他苏醒后 我问金事事便会离开 仁杰兄 王少卿自有御医会照料 你不必得及 严大人 当初让仁杰协助查案的正是大人 而如今到了关键时刻 大人却让仁杰请辞 情书仁杰办不到 如果仁杰猜得没错 大人要捉拿王昭燕 不但是为了设计 也是为了帮助五妹娘洗经罪行 为了不让她两日之后 被火星烧死 好想皇上交代 你坚持 但是不还是不 在何尽量的阶段 咱们 Yee 既然冲寞的岁月没失 我也勇敢地坚持 我要跟着你一辈子 从生一直跟到死 哪怕再多多迷离情 一人心靠着时尽 风吹动你温柔发丝 吹过乱你的慕斯 穿越过千秋万世 略不悔定至少被伤意 不离不弃又在一起 我要跟着你一辈子 从生一直跟到死 只为那份爱的真实 不忘我的心事 不忘我的心事